我的口味相对来说特殊一点 我喜欢吃上海的肉馅月饼 那个肉馅的很好吃的 就里边像包子馅一样 外面是酥皮 咬一口特别的棒 五仁在我心中是永远的C味 就是没有五仁月饼 你感觉其他月饼就稍有蜀色 因为我是北京土著 我老爷大小 就是能吃到一块五仁月饼 那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真的是这样 就是五仁真的在我心中 就是永远的那么晚 是永远的C味 没有五仁月饼 其他月饼都靠边站 粉月饼是最地道的 昨天那个哥们给过五仁月饼 第一口是一个大花生米 第二口只有十个花生米 这是传统的月饼 小时候的记忆 无法抹去的 现在的月饼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那个混合产物 都是融合菜 没什么意义 都是为了卖钱卖的多 那我一般我都喜欢吃枣皮的 或者是水果的 各个口味的 甜一点 酸一点的 不吃五仁是吧 对 五仁是什么样 我怎么吃 特地烦五仁联盟的 但是呢 你要知道我肯定是不吃五仁的 因为小时候吃五仁 实在是吃着了 又干 又甜 又油 就是没什么好印象 别跟我说那俩字啊 我就听我都不想听见 这辈子都不想吃五仁月饼 我想吃酥皮的 还有那个 上海的那种肉馅的月饼 那多香啊 那多实在啊 我不吃五仁月饼 除了五仁我啥都吃 还有什么别的吗 还有什么别的词 快给我想两句 我痛恨五仁 不要让我痛恨五仁 我说的就是 我当时说的是 我不要让我听你那俩字 我知道了 我希望五仁月饼在世界上消失 不 不能消失 我找对立感 不 我要五仁月饼 不能消失 是我真正的C妹C妹 这才有对立感 你俩听了念五仁 我都不想吃月饼 好吃啊 太讨厌了 不过很好吃 精力啊 饱吃饱饱吃 你这酥油烧饼 饱饱吃饱饱吃 饱饱吃 五仁不五仁 无所谓 主要是要做的好吃 中立的 它是中立的 这里这么多人的 五个人都是 都没实力